11月5日是赵紫阳政治秘书 爆童90岁生日 留下这段感言 四天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爆童的女儿抱歉认为 父亲的离世应该是按照他的意愿走的 是最好的结局 爆童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5号上午11点举行 爆童阻击浙江海宁在上海长大 曾担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等职务 1989年爆童因支持六四学运 和赵紫阳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 反对中共出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 遭党内整肃被捕入狱 1996年获释后 爆童也长期处于软禁中 但爆童不畏暴政 一直关注中国社会问题 为遭到中共迫害的各个群体发声 他生前也多次谴责 中共镇压法轮功违宪违法 爆童说 法轮功秉持的真善忍是普世价值 修炼法轮功没有错 爆童还批评中共制造自杀案 炮制天安门自焚委案污蔑法轮功 爆童表示 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犯下反人类罪 应该受到全世界谴责 他同时称赞 法轮功在中共的打压下越发壮大 爆童也曾批评中共窃国以来 制造冤假错案不计其数 中共政法委也制造了很多 践踏人权的冤假错案 包括法轮功 包括火载器官 包括709 包括国内制法的 还有约定制法的 冤假错案甚多 我们的领导应该平反冤假错案 而且向全世界公布 这个冤假错案怎么造成的 教训是什么 告诉全体法官 从今以后 引以未见 由于爆童一直批评揭露中国政治社会等问题 他的家人也受株连 今年8月 爆童的妻子蒋宗曹病逝 开追悼会时 遭到中共严格限制出席人数 爆童的亲属和友人希望 当局这次不要再干预 让他们能够妥善地为爆童办理后事 感谢观看